大家好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对飞鸽的支持 也感谢我的团队背后默默的付出 才有了飞鸽的长足的进步 你们的鼓励也是我的动力 今天是12月24日 也是平安夜 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我们今天 今天是缅甸战况的第79集 我们来播报第一起事件 十该省多地区军人遭到袭击 17人被打死 伤无数 我们播报的第二起事件 克伦邦的战事激烈 亚洲公路继续关闭 许多车辆只能绕到东支才能绕过去 高格力是克伦第五旅所在地 目前第五旅 第六旅战事激烈 大小战役将近310年 我们播报的第三起事件 就是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 今天早上MDA法案通过了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牵制了 对缅甸人民来说是内大喜奔 对于这个法案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纯述 这个法案生效期为5年到2027年为止 涉及了8个领域 主要是支持缅甸民主 支持NUG 就是缅甸政府 NUCC CRBH 就是缅甸议会 人民国防军 PDF 及支持民主进程的少数民主武装 缅甸的教育 医疗 文化 人道救援 所需要的资金 对军人的战争当中 除枪支以外 所有的技术支持 这也是大家特别大的疑问 因为枪支交易会涉及到大量的繁琐的工作 而且国际上武器供应的服务商特别多 只要有钱 很多武器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就没在这里面去具体的说明 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疑问 所以我背后团队的人员也告诉我 这个就是主要的理由 没包括武器在内 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 高科技就必须政府考虑了 报道中还提到 几亿美元的到来 对缅甸整个局势的重大变化 先军方现在唯一能叫板的 就是空中优势了 据投诚的军官们表示 军人在前线打仗 现在主要依靠飞机 因为陆军也都是屡战屡败 大家也不积极 若飞机再起不了作用 军人就真的溃败了 也就溃散了 美国的技术支持就足够了 其实现在国际社会看的也很清楚 知道军人的下场只有一个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